這個效果 要怎麼做其實還頗不容易的 為什麼這邊變成你要把一個View 就是說你要把一個版面做出來 這個版面就是這樣子 左邊是一個圖 右邊是一個文字 一個文字再加一個英文 一個中文再加一個英文 就是你要先建一個View 建了這個View之後再把它放到ListView裡面 每一個都按照這個View去決定它的長相 所以這裡面的話複雜度會非常的高 因為已經跳離跟我們的考試比較遠 所以我這邊只是補充 如果各位想知道怎麼做的話 在我的參考範例裡面也有 各位可以看一下怎麼做呢 第一個這邊會有一個Drobble 那Drobble的部分就是說 因為裡面有四張圖 那圖的話我是把它放在這裡 再來介面設計的話 主要這個要另外再開一個新的專案 然後這個專案叫做ListView4 那裡面的話 介面設計長的就像這樣子 怎麼做呢 第一個 你必須在Main裡面 原來的佈局 也是放一個ListView就好 Main是放一個ListView 然後在這個Layout裡面 再增加一個Main layout Main layout Main layout裡面要放什麼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先放一個什麼 Image View 然後呢 把我們 我剛剛有跟各位講說 有個Drobble 請你在這個地方建一個資料夾 按右鍵 新建一個資料夾 叫Drobble 並且把下載的那四張圖 丟進來 怎麼丟進來呢 你要複製貼上就可以了 解壓之後複製貼上 貼上之後呢 那在Main layout裡面呢 這個地方 有一個Image and Media 裡面會有一個叫 Image View 你就把Image View拖拉過來 然後放一個 並且在